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NER 金剑 Jack OK,可以看到他正在处于下跌趋势 顶上套牢盘一大堆 但是他在上市的时候呢,就累积了很多支撑板 还是很多人在赚钱的 嗯,他股价呢,其实这边的时候 在破20天均线的时候,就是一个 呃,满出信号,回来 踩上去的时候,又被这个20天均线挡下来 而且更是Deport这个,呃,托马逢 又是一个满出信号,他又回来 他又上去的时候,又被这个20天均线挡下来 所以很明显呢,20天均线就是他的这个神病线 你可以看到,这边之前突破,回来 回来这边,又是挡住,然后又上去,又回来 全部都是20天均线的 现在很明显 现在他在星球的时候呢,就其实是Deport这个前底 这个陈底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呢,就守一个 呃,长长的这个长上引线 呃,长下引线这个定海神针 所以,然后又把股价呢,推回去他这个前底的这个 支撑线上面,还是ok的 才没有,才没有,呃,就知道才没有Deport 那这个人认为呢 这只股呢 无论如何呢,都是要看20天均线 只要他没有站上去20天均线 站稳在20天均线上面 基本上都是可以,不上次不用看他的啊 要站上去 收盘这样,站上去 好像这样子,站上去 啊,站上去 这个这样子的啊,这个的时候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不行 不可以,不可以,呃,轻易的去 呃,马路 而且你看到这边呢 很大的套牢盘 这个就是我对这只股的一些个人看法 20天均线就是他生命线 呃,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